一说此事 刻不容缓 诸位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不干了 你找别人吧 我平常 干不了 为了这个目的 各国共产党人聚集在伦敦 拟定了如下宣言 不服气 此人是陈独秀 此书是共产党宣言 他认为要想救国 首要大事 便是把共产党宣言 翻译为中文 广为传播 而翻译人选 却让他翻了难 1922年早生 一个青少的年轻人 成座在 好处的一间采访中 对您的私所 推销 一堂 就是陈旺道 陈旺道 1891年出生于浙江义 早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 回国后 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叛逆学校里的夏免尊 刘大白 李次九 等先进的老师呢 一起在学校里面 唱到白话文 新文学和新思想 也就是在这里啊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风潮 我陈旺道 愿意同你们一起 追望这条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 其中一名学生名叫 施存统 当时他在几位老师指导下呢 在浙江新潮上面发表了 非校一文 该文的本意是反对封建迷信和反对刑事主义的孝道 此文一发表当时政府呢 就批判这篇文章为大逆不道的文章 就要求校长金恒怡先生啊 把这些进步的师生全部赶出学校 那也就发生了非常有名的医师风潮 医师风潮最后呢 他是取得了全国高校师生的广泛支持和声援 取得了胜利 那经历了医师风潮的洗礼 承望到先生个能感悟也非常的 他意识到光靠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是不够的 必须要从根本上去进行社会革命 而后便惊人推荐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并着手开始翻译第一个中文权益本的共产党宣言 为什么选择在这里翻译呢 他翻译呢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所以他就选择来到这里翻译 条件非常简陋 正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两条长凳一张门板拼成了一张简易的书桌 这两个多月以来 承望到先生几乎是足不出户的 承望到每天都自身体流的埋头 承望到每一张简易的书桌 承望到每天都只以抑郁的工作 最后面包了几个凳子让她捂补身体 母亲将凳子送去柴房时 还钻了一碟红糖 母亲在乌澳高询问她是否还需添添红糖时 她说冻甜了 而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 看见承望到嘴边买是抹汁 红糖却没有动 那承望到先生为什么说是甜的呢 就是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品尝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甜味 他觉得中国啊有希望了 那后来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述这一故事的时候啊 最后也是一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以此结尾告诫全党 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你刚才说您真藏过那个墨汁什么东西 苦的 真藏过 你真藏过吗 对 我还在写毛病搜索 我说我藏在这上了 我就点了一点点 舔了一下 真的是苦的 不是舔的 陈旺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在上海出版文士 他的出现 极大程度的推动了上海 北京 广州 长沙 武汉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 为我们无产阶级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现如今 分水堂村 除了设立田园集市 陈旺道故居展示馆 如局外 同时开展红色旅游 研学等项目 截止现在 已接待游客百万多人 在这里品尝真理的味道 感受信仰的力量 他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坚定 恒心 爱国 他非常伟大 他翻译我们的共产党宣言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意义非凡 在我们心中 有很重很重的分量 作为多年朋友 我给你套个名 封旺道这个牛子 一直在他们的爱情单上 你也不想说 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 这本书啊 我们还要印它几千册几万册 你一定要看到花开 这是一条死 你能不能变自未来 这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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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来 你是所为的这些存在 你一定要看到花开 你一定等你变自未来 你笑着他们都会回来 你是所为的这些存在 你一定等你变自未来